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月13日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作为中美博弈的侨头保 随着美联储大幅度加息之后 香港金融防线难抵御冲击 香港金管局时隔三年在12日紧急出手 启动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下的机制 向市场释放大量美元以稳定港元汇价 值得注意的是 清建制的香港经济学者雷鼎明日前提出 港元与美元挂钩的制度已不合时宜 而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 日前更透露 已再为香港被踢出 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做预案 有分析指出 种种迹象暗示 香港的金融市场距离巨变或不远了 自由亚洲报道 在美国宣布加息后 港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 香港金管局12日启动联系汇率的机制 向市场释放美元本定港元汇价 这期香港在2019年3月之后 再次从市场承接港元 这次的行动让香港银行体系 结余下跌至3360亿港元的水平 香港专家分析 在联系汇率下 香港金管局要确保大约7.8港元 等同一美元对价的水平 港元疲弱的情况一旦持续 香港股票市场对外资将失去吸引力 会影响港元存在价值 报道援引被视为新建制的香港经济学家 雷鼎明日前提出 港元与美元由1973年开始挂钩 是适合当时情况 但现实中美关系恶劣 香港与中国经济关系比较密切 从经济角度来看 港元与美元挂钩的制度已不合时宜 对此 经济学家罗家聪认为 制造业成本增加 中美贸易战和战狼外交等因素 让中共吸引外资的动力正在减弱 也使香港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减弱 罗家聪直言 香港在吸引外资能力的方向正走向清零 久而久之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角色都会清零 既然这个地方已没有需要 或越来越没有能力吸引外资的时候 为何还需要港币与美元挂钩 也不需要港元 请大家用人民币是迟早的事 发展如同澳门的情况一样 经济学家司令认为 香港出台国安法后在外资眼中 投资吸引力和资本稳定性也在减弱 港元迟早因失去吸引力 被迫要与美元脱钩 香港的国际中心地位也难保 此外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动态是 香港金管局总裁于伟文日前透露 已在为香港被踢出 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SWIFT做预案 于伟文对此解释时 他留意到美国正在草拟 有关对俄罗斯或相关企业的制裁行动 而地缘政治变化复杂难料 香港因此对不同情境 都与银行界一起做了预案 例如资产被冻结或被移出SWIFT 而香港的外汇储备 不少资产都在欧美 因此希望做出预案后 如果发生极端情况 也能及时与业界沟通 即推出措施应变 有分析指出 这个消息对金融机构 投资者及市民来说 都是极其震撼的 令人担心 一旦持有香港资产 被国际社会冻结 或剔除SWIFT 就等同大幅贬值 甚至化为乌有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也将一夜瓦解 据金融时报近日报道 中共证监主席议会满 以及人民银行及财政部官员 上月22日曾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一旦美国等西方国家 一旦对中共实施 类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 如何保护中共的海外资产 特别是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免受制裁 有分析指出 中方官员有这样评估 当然一名试货暗示 为开战做好准备 香港有一日被移出SWIFT 也不是没有可能 越文选择这个时候 对外释放香港 或被移出SWIFT的口风 也就顺利成章了 世界首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爱隆马斯克13日最新表示 他准备以440亿美元 收购社媒巨头推特的交易 已经暂时被搁置 马斯克还通过推特上贴文说 推特交易暂时被搁置 以便核查垃圾及虚假账户 的确不到用户5%的算法细节 据CNN报道 马斯克的贴文一出 推特股价在13日的盘前交易中 暴跌超过20% 马斯克在推文中特别提到 路透社此前的5月2日 一则关于推特最新财报的报道 其中谈及推特的垃圾 及虚假账户的问题 推特在4月28日公布的 最新季度财报中曾估计说 在推特今年前三个月 现有的活跃用户中 垃圾及虚假账户占比不到5% 推特方面称 这一估计是根据抽样查阅做出的 而且相信这一数字是合理的 但推特同时也坦诚 并未对这一估计做独立的核查 而且垃圾及虚假账户的数量有可能更高 推特上的垃圾和虚假账户问题由来已久 推特此前就曾说过 减少虚假和恶意账户 将是推特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CNN在报道中说 目前并不清楚 马斯克为什么会因为推特最新的财报 而在收购交易案上萌生退役 本周二 马斯克曾因为表示 一旦完成收购案 他将允许前总统川普重返推特 而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 此外 在推特董事会4月26日 同意接受马斯克的收购提议之后 即使在马斯克再为收购推特而忙于融资之时 外界对这笔交易最终能否完成 仁持很高的怀疑 CNN指出 华尔街的分析师也不看好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财力 至少无法以每股54.2美元的价格收购 分析师们的共识是 推特的价格应该低于每股52美元 绝大多数分析师给推特股票的评级 也仅仅是暂时持有 纽约时报引述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分析师 丹尼尔·艾维斯的话说 很多人会认为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下 马斯克正利用推特财报 拉接账户问题为借口 退出这笔收购交易 5月12日 拥有260多万粉丝的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 管轻有个人微博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禁言 这是继淡冰等财经博主之后 又一财经大V被禁言 综合报道 管轻有的最后一条微博 停留在5月6日 当日任泽平发微博 at 吴小波 管轻有 刘润 秦硕 邀请他们一起做情感博主 管轻有当时回复 学数学出身的情感博主 任老师盛情邀请 我下定决心转型数学博主了 毕竟我还在试图找到 拉马努金经典公式 与麦克斯韦方程之间的某些联系 如今 随着管轻有微博被禁言 引起网友的讨论 有网友坦言 现在说话怎么这么容易犯忌啊 去年12月22日 管轻有参加腾讯新闻一档节目时 曾建议年轻人不要在通勤上 花过多时间 与其花两小时上班 不如在公司附近租住 把时间用来投资自己 充实自己 当时该言论一出引发了强烈吐槽 被称为何不食肉迷 众多网友认为 这个观点太脱离实际了 大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 此外 在管轻有之前 淡斌 傅鹏等大陆知名财经博主 已经被纷纷禁言 今年4月6日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董事长 淡斌的微博显示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淡斌当时的最后一条微博 停留在4月5日晚 当晚最新消息显示 淡斌雪球账号也被禁言 因违反社区规则 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淡斌的粉丝数量近1300万 据官媒4月7日报道 淡斌微博将被禁言180天 也就是长达半年 作为斯里兰卡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中共在该国内战中大捞一笔 内战结束后 北京又假意的提供50亿美元推动基建 更以一带一路之名投资14亿美元 但这些中共贷款平均利率高达3.3% 而在斯里兰卡出现爆雷后 恳求北京签订15亿美元货币互换协定 缓一缓危机 北京却在此时落紧价实 让斯里兰卡如今陷入水深火热 日经亚洲报道 斯里兰卡私人银行近期传出 该国不能轻易动用中国现金 来支付急需的食品燃料及药品 也无法拿来偿还到期外债 原以为只是传闻 后英财长罕见对国会吐露时期 意外曝光中共与斯里兰卡之前 签订15亿美元货币互换的附加条件 报道进一步披露 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北京很快拿出50亿美元 协助推动各项基建 还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投资14亿美元 这让北京掌握了其战略性印度洋资源 但是北京的金融投资几乎没有透明度和问责制 到了2020年斯里兰卡无力偿还 到期外债的情况迫在眉睫 中共资助兴建的深水港 汉班托塔港开始被描绘成 中共债务陷阱外交的典型代表 正当斯里兰卡因经济崩盘 陷入水深火热之际 北京却对斯里兰卡重组债务冷眼旁观 向来亲中的总统及总理持续向北京求援 但两国谈判迟迟没有进展 逼得斯里兰卡只好转向IMF 甚至美国求助 北京所谓的一带一路又一次露出了真实嘴脸 大家好 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运独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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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